大家好,我是一球,商店里有12个25k的卡包,整点也出过限量的促销卡包 今天活动主要是SBC,首先是这一张来自苏超的右边后卫,塔威尼耶 造价要18万左右的样子,双三星180的身高,高中的心态,身体模型也是偏高 数据上看还是非常不错的,速度防守控球对于一个边后卫来说都已经非常好了 而且体能有99,这也是一张头条动态卡,之前他也黑过两侧 他这个赛季在苏超表现得非常好,所以再黑的机会是非常大的 而且他所在的球队也是苏超排名第一,最近七八轮好像就输了一场,胜色都赢下来了 评测里说这张卡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好的一张右边后卫 控球相对于他黑卡来说已经有提升了,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有机会提升的更好 虽然他联赛不大,但是用英格兰的传奇应该问题不大 而且坎特已经黑了一次了,再给他出一张特殊卡捏这种事情也是干得出来的对不对 也有说大对决的克莱伯要被这张卡好,但是这张卡是动态卡 所以不是太差钱的话,完全可以做一下,再买一张菲南德跟他拉滑雪应该还是挺好的 大比拼,首先来看贝斯克塔斯这个,图尔其连赛这种创建就行了 或者不可交易的卡比较多的连赛,然后再挂一张图抄的完全可以 露库森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连赛最多只能用六个,画面中把它分为了三个区域吧 前场就是一甲,左下角就是西甲,然后右下角一张露库森一张多特蒙德 博尔图队本飞卡,要注意的就是阵容中连赛至少要三个,也是拆区域做的 左半边就是法甲,右边两张葡萄牙球员,一张来自比利时,一张来自普超 最后的是利物浦队曼联,要注意的就是国籍最多只能有四个 中前场基本上都是一甲,然后左下角就用的英超,用了两张曼联 最后一个SBC总平一般都高点要80,需要一些数值高的卡 群组奖励是一个12个球员的金卡球员包,闪谱各半 今天还更新的联赛SBC,比利时联赛,土耳其联赛和合奖 大概看了看跟之前联赛SBC差不多,一般般吧 而且这几个都是小联赛,里面有好多银卡包啊 金卡包质量一般,但是可交易的卡包明显增多啊 虽然要求不高,但奖励都一般般 群组奖励也就是一个24个球员的金卡包里面只有7个闪金 买球员做这些SSBC,个人觉得还是不太值的 好了,基本上就是以上 谢谢大家的观看,不忘记点赞,拜拜